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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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次的展覽 我把它名稱叫 Null Movement Null Null是在 德文裡面一個0的意思 在英文裡面也是 也是0 不過 它有一個 消除 或是 使東西失效 有意涵 這個名稱如果翻成中文 它大概有兩個翻譯 一個叫做 林樂章 一個叫做 失效的運動 這兩個意涵 其實都是貫穿的這個 展覽 首先 必須要談到的就是 在 無線電通訊 國際的一個規範 Radio Silence 就所謂的 靜默時刻 靜默時刻是指 在每15分鐘 也就在15分 30分 45分 跟60分 每一個小時的這個時間 在 500千赫茲的頻道上面 要保持 三分鐘的靜默 所謂的靜默就是 其他的 空訊 不要在這個頻道裡面出現 這是以前在 航海上 一個救援頻道 為了確保 如果有 海難或什麼事情發生 它的求救訊息 能夠在 這個時刻被聽到 這個科技的進步 現在的GPS 其實也差不多已經取代了五線電 可是它還是 有它的一些 很低線的一個功用 它可以說是在這個作品 最主要 外部可以看得到 可以感受到的一個主題 整個展覽 一個內在裡面 我試圖想要去處理一個問題 藝術界線的問題 怎樣的一個低線 還有保持作品 具備藝術性的身份 看似是一個 非常極限主義式的問題 那事實上 與其說 要去透過一個 最基礎的形式 來呈現藝術的一個可能 最重要的是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一個東西 它不再是藝術了 這可能是 在這裡面 我覺得我更關切的一個問題 從一進門口 可以看到 一個 繪畫的裝置 白色畫布上面 塗了五條的橫槓 那這橫槓是在 摩斯瑪裡面 靈的表意 每天下午 當陽光走過的地窗 撒進來 那個光線 光影的變化 它是它 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有比喻的話 像是這個 補瘦甲或是個陷阱 這是我對一個 作品的一個想法 除此之外呢 進來會看到一個 現成物時鐘 那這個時鐘在這裡面 有很重要的是 來標示這個 靜默時刻的力量 它在往旁邊看 看它一疊 我把它稱為 副本身份的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裡面 它其實 用摩斯瑪達兩句話 第一句話是 VOICE的 名言 人人都是藝術家 第二句話呢 那是我對這句 名言的一個回憶 有些人已經解滿出來了 那是 藝術家就是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核心的課題 什麼是藝術家 我覺得藝術家就是 人 或者是說 藝術家是一個人的秘密身份 所謂的一個人的秘密身份 就是 他可能是 潛藏在每一個人的內在 的某一種 可能性 這可能性來自於 每個人的不同 每個人的差異 身為一個藝術家 他就是 去發現這個秘密身份 或者是 試著去證明這個秘密身份 但是 我認為做一個藝術家的身份 很重要的 所以 從波伊斯的 人都是藝術家的這句話 I don't match as I am 我把它改成 I don't match as I am 這樣子的一個回憶 再往裡面看 人會看到幾支 日本的作品 它是一支本 亞克力學畫的一些符號 它像是抽象畫 可是事實上它是 無線電工具裡面的一些剪寫 這個 有線的範圍真的 試著去表現 會畫的一些 可能的形式 比如說顏色 底觸大小的一個布局 當然 可以把它看成一個抽象畫畫來欣賞 當你把它視為一個解碼的時候 又是一個文字性的符號 最後的地方呢 會看到一個在閃爍的影像作品 我把它名稱叫作 作品的缺席 當然這個缺席 在這裡看起來是有點迴遍 就算它沒有任何影像 那種閃燈 那種亮跟暗 還是有作品存在的事實 它更看到了一個 最低限的作品存在事實 在這樣的閃爍的棍鬆 它當然是以模式碼的一個方式 所要彈的一句話 那這句話呢 跟題目的意思差不多的 這也是過去 十年來 觸及到一個核心課題 不做藝術 這不做藝術所衍生的 像剛剛所提到的藝術家的市場 藝術家就是的 那作品呢 或是藝術品 或是藝術 可能存在於作品的缺席之處 當然在這裡面 因為我把藝術跟藝術品 做了分裂式的處理 我覺得一個藝術品 能夠存在的事實 從它能夠被改觀看到之外 我們並無法從這裡面 去真正的理解到 什麼是藝術 那藝術品是在這之外 整個展覽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裝置 是一個擴大機 跟一個所謂的短波的 漁川使用的無線電的接收器 它就固定的佔五百千赫字 然後 空隙中呢 其實透過摩斯瑪佐 一直不斷的在重組的一段話 這段話 我剛剛所說的那個 進步時刻會停止下來 我當它停止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只會聽到 就是這個短波 在五百千赫字裡面 的一些頻道的聲音 當然現在通常是沒有聲音 最後回應到 我剛剛所要談的一個課題 藝術即將要失效 或是再往下走 一個作品就不再是作品 當一個藝術品 就不再是一個藝術品 如何讓藝術的一些事實 某些力量 或它所能召喚的東西能夠出現 當我們來看這個展覽 它雖然很低線 所以它其實非常的符合一個展覽 該有幾次 這裡面或許也有一些詭辯 甚至也有某種反諷 可是這反諷當然不是只是 針對作品自身的五面 它可能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怎樣去看待這些東西 可能有兩個途徑 是觀眾會去看到的 一個就是單純的把它當成 一個展覽在看 但是這樣它還從一從看到的 就是一個藝術品該有的其實 另外一個 不許有些人會 確實的是把它當一個模式法在解 也就是說解讀著 這些素描 這些資本的繪畫 那個影像的闪塑 以及現場聲音的節奏 剛剛有這樣解讀的時候 很顯然它又是 在另外一種層次 而且甚至是跟藝術文 比較無關的程式之中 去理解展覽的作品 一樣一個作品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 而這就涉及了文跟圖的一個差異 可是無論如何 這兩個也是彼此在相互承定的 如果說作品是某種的表徵 而文字是某種的表力 那這整個展覽呢 是不是都在這個表力跟表徵 就是同時存在 又不一定能夠互相解釋 又甚至相互違逆的一個狀況之中 來呈現作品身分事實 簡而言之 它同時在思考著 表徵著一個藝術品 它所呈現的狀況 以及它所不能契集的僵域 大概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有機會歡迎各位朋友 來看這個展覽 好 謝謝